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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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小学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很喜欢 很信任的好朋友 但他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不高耳边了 真巧啊 你那个没有遵守承诺的朋友 也是那个时候长大 你的爸爸去世了 对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 没什么对不起的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早没关系了 对了 邢志志 喂 我想跟你说 希希的心理辅导 能不能再缓一缓 为什么 希希不是说她不想去吗 我长大了 不开心 但是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 我想让希希再做一做小孩 哪怕只有一天 就让她任性 就让她高兴 我明天正好想去一趟商场 我要带希希一起去 去给她买一些她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好看的衣服 或者是画画的工具什么的 只要能让她开心的事 我想为她做个遍 好啊 正好我明天休假 陪你们去 真的假的 邢志志啊 我告诉你我可是很昭黑的 你出去跟我瞎溜达 如果要是惹出什么麻烦的话 我可不管 没事 我乐意 随便 对了 小胖子 明天晚上不用等我吃饭了 我要回趟我家 好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嗯